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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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講到這個時候可以講一下有什麼股份可以介紹一下 今天介紹這隻什麼,新地,新地 新地是OK的,今天的走勢 一方面就剛才說了 跟消息有關 消息就是 就是 否認了,消息就是 會 重引花稅 會豁免,現在 財政司方面就否決了 否認了,雖然說的人 據報,說的人就是葉劉 兩個都差不多 在政府裏面的地位 無論如何,這個消息 就是否認了,但 否認之餘,估計 防疫措施一路一路放寬 其實已經開始放寬了 3加4 境外進來香港 3加4 第一階段 接著可能到遲些 可能是11月,完全不用了 現在估計有這樣發展 這個是對本地經濟股是有利的 加上 現在 剛剛 最近出了消費券第二輪 雖然只有兩瓶水 很多人都說這個兩瓶水不太能當 但商場那邊說幾好的人流 多了一兩成 普遍的都說自己 所以就有利 商場的營運者 新地都是營運不少商場 所以都是有利的 而且我更加覺得 香港經濟都差了這麼多年 估計隨著防疫措施 就逐步逐步放寬 或者調整 就會有利本港經濟股 所以可以看好些 而且看技術走勢 這個時間走的長方形走很久 從這個時候開始走 六月頂走 走到來百月頭 終於今天穿了 成交增加 所以走勢見是轉回強 所以可以後位買 而事實上 都便宜 PE9倍7 估計它9倍4 預期之外還有盈利增長 市場人士估計 息率去到5厘多 支股息率去到5厘2 不錯 雖然加緊息 對它的息率 相對吸引力減低了 而且加息對地產股本來不大有利 但我相信 早已在市場人士 投資者預期之內 因為講了很久 估計9月也會更加 到時市場已經消化了很久 相信打擊不是太大 所以可以留意 尤其當它回收回 進入這個區的時候 相對90元這個位置 支持應該比較強大 用90元來做止洩 低級博士真的會衝上去 博士有一成的升幅 至於90元至上賣 博士一成的升幅至100元 博士上去紅底股 這個就是新鴻基地產 新鴻基地產的操作考慮 可以這樣想